一提到壮阳我们就会谈到几种药材 像马来西亚的东哥阿里 像客家人吃的苦力心 中国的马卡 野山人生 等等等等 可是我本身我是不提倡吃这些药材的 第一点是因为他们的价钱偏高 第二点是因为假货也太多 然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也很难去辨认获得真假 那第三点是中医讲 是要三分毒 所以我们也很难确保这些药 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 可是好消息是 药补不如食补 因为食物是我们每天都能吃的 而且营养素也比较全面 又不担心副作用 有什么样的功能性蔬菜 能够达到壮阳的效果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植物界的违哥 羊角豆 它的粘液里的营养成分 能够保护我们的胃粘膜 防止胃炎 然后又能护肤 然后能够保持肌肉跟关节的灵活性 还有能够迅速恢复体力 那迅速恢复体力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来举几个能够快速恢复体力的例子 像我们经常看到印度工人 他们如果要加班的话 他们一个星期七天 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 那他是靠什么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恢复体力 而且能够不间断的去做这些体力活的 就是因为他们每一餐都吃羊角豆 那在非洲的常跑运动员 他们每天需要去升餐训练 他们是靠什么食物 能够长时间的维持体力 加快身体恢复耐力的速度 也是因为他们每一餐都吃羊角豆 那羊角豆要怎么吃 炒巴拉酱 汆烫 凉拌 这些方法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 有一些人说把羊角豆切成两半 滴在水里面隔夜 然后喝那个水 这个也是有一个说法 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就单单谈撞羊的话呢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生吃 每一天吃三到五条干净的羊角豆 连地一起吃 那隔几天过后 你就会感觉你的经验特别充足 那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 我以前是土木工程师 所以我就跟很多印度工人 跟印度工人住在一起 所以有一次一个工头就去问这些印度工人 要怎么样撞羊 这些印度工人就跟他讲了这个秘诀 就生吃羊角豆 然后这个工头过后就以炫耀的方法 教会了我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是真的是应验过的 大家可以试用一下 可是有一点需要担心的 现在的羊角豆其实残留的农药不少 那如果自己每天要生吃的话 能够自己种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你有一片原子 而你只要选择一个蔬菜来种的话 那肯定要是羊角豆 因为它本身的营养素已经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蔬菜 那如果你想要挑战有机种植羊角豆的话 那我就分享这个牌子的有机分 所以这一集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羊角豆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 当然是选自己种自己吃的羊角豆比较放心一点 那吃的农药也比较少 那才可以达到真正的撞羊的目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如果你想要你的健康更上一层楼 而且在又不需要多花时间 多花金钱的情况下 也能达成的 那就锁定接下来一个星期 我们频道的一些视频 那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专业啦 谢谢